媳妇,不要那么紧张,没事的,你肯定行 妈妈,你行 你说我要是考不好,可咋整啊 明办的和公办教师差好多钱呢 想那么多干啥,当教师就是为了让你有点事情干 赚钱的事,归我就完了,不多想,乖啊 妈妈,要乖 干啥都有你,一会儿看着点爸爸,不能让他乱买东西 嗯,那 陆明月也知道自己所托非人,自己这个宝贝闺女 最喜欢的就是跟着林浩买买买 是个馋丫头啊,哪次跟着林浩来县里不是一路不停的买 你这个大忙人,怎么还有时间往我这里跑 很关心那些孩子们的考试成绩,我这里也没有消息 那个不着急,反正马上也要开始录取工作了 明天有时间没有,要是有时间的话,就去我们大队一趟 跟着割韭菜碗,还能带点回家煲饺子 你们大棚里的韭菜已经长好了 长好了,这几天就得割一下,要不然就得长老 好,好,好啊,你们打算卖多少钱一斤 这个还没咋想好,原本我是打算买一块钱一斤的 这样也好算账不是,然后水生叔他们就被吓到了 说,啥得让我过来问问你 这个,这个,这个,我得好好想想 平时他还是很注意的,但是现在他的脑子也有些乱 也就顾不得还有星星在了 实在也是林浩的话给他带来的冲击太大 让他没法顺利消化 林浩啊,你们葫芦大队是真的放了一颗卫星 那您觉得这些韭菜该订个啥价格比较好呢 我不知道,现在我的心里都有些慌 你说卖一元一斤能卖得出去吗 我觉得差不多,我们的韭菜不仅仅要在咱们县里卖 也会拉到省城去卖 跟老马,也就是马厂长都联系好了 到时候他会借我们一辆130 棉被一五,拉到省城不会动的 省城的人多呀 一户买个一斤半斤的 随随便便的估计就卖出去了 省城是老领导帮忙联系的 也算是吧,就打了俩电话 忒小气了,直接跟各个单位联系多好啊 那么多大厂呢 一个厂子分个千八百斤的 我们还卖啥呀 耿国中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就老领导那个性格 帮他打个电话寻个卖菜的地方 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你真的觉得卖一元都能卖出去 其实我想卖一块一二的 那样的话,水生书他们就更受不了了 一号啊,你再多说说 这个价格真的那么有把握 我的耿县长哟 还有啥好说的 干就完了呗 这个目标是啥呢 就是我们要卖给谁 谁能够买这些韭菜 思来想去 我觉得普通老百姓还是先放弃吧 为什么这么说 耿县长,你说现在给你五毛钱 你是买半斤肉还是买一斤韭菜 当然是 是吧,在普通消费者的心里边 有钱了就买肉 这才是正当的想法 咱们的供销社或是富士店里肥镖比瘦肉贵 比排骨贵 排骨难道就真的没有肥镖好吃吗 排骨好吃,比瘦肉都好吃 欣欣真聪明,自己玩啊 孩子都知道的道理 难道大人们不知道吗 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肥镖能耗油 剩下的油渣也香,也能吃 那个,老领导是什么意见呢 老爷子更干脆,啥也不掺和 就跟着看热闹 你说,我有啥办法 现在的韭菜好不容易种出来了 还在定价上卡壳了 辛苦了这么久 我真不想解脉啊 要不然都对不起这些韭菜 净说不着调的话 容我好好想一想 这样吧,我把工作安排一下 今天晚上就过去 你们葫芦大队 行,那就先这样 我还得等着媳妇去 今天月月考试 一心想着要转正呢 一边待着去 中午在我们食堂吃 不了,先去市场溜达一圈 看看能买啥就买点 然后就等媳妇烤完时直接回家 家里的菜 可比你们食堂的好吃 说准了呀 晚上就过去 我好好张罗俩菜 正经地喝上一顿 也别顾忌有乔老爷子在 就当他是普通一老头就好了 耿国中看向他的眼神很无奈 谁又能真正把老领导 当成普通小老头啊 也就是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吧 不过现在的他对林浩反倒很羡慕 泽泽 看我媳妇这个开心啊 肯定是烤得非常棒 他以为会很难呢 其实也没啥 比当初做的那些模拟题 简单的多 那就赶紧回家 今天晚上 老耿也会过去咱们那边 明天跟着咱们一起割韭菜 回来的时候 我顺便也给老马摇了个电话 他也会带着一些菜 跟着尝尝鲜 晚上咱们的主角 就是这些韭菜 哎呀 你说话的时候多注意点 不要这么流里流气的 没关系的 反正他们也是不在乎 嘿嘿 眼瞅着 不是没有多久就要过年了吗 提前准备一下 妈妈 爸爸说要煮可好吃 可好吃的辣巴粥呢 到时候好让心兴奋 你们俩呀 就惦记着吃 不过以前咱们大队 可都是个家凑上一点 然后一起熬 你回去以后 还是问问水生书吧 看看今年咋弄 还这样 我咋没啥印象呢 要个人咋样啊 谁家也没那么多 可不就得凑到一起吗 有啥拿啥呗 赶紧回家吧